轉換家電帶您來看到的是 這個政壇MeToo風波 現在是燒到了演藝圈 不止藝人許潔輝呢 被多位女星爆出性騷擾 現在呢又有一名女網友就出面指控說 這個熱播台劇人選之人 造浪者的一名男演員曾經對他趁機性交 而且呢還說 這名男演員曾經演出過短片淑金 就讓網友紛紛猜測說 這個男生到底是誰呢 那麼原po呢 他事後也直接公布答案說 其實就是黃建偉 因為每一個故事每個角色 有不一樣的方法去接近 在鏡頭面前大談演員心得 他就是演出多部知名戲劇的男星黃建偉 但隨著MeToo風波燒到演藝圈 黃建偉被一名女子指控趁機性交 而且還不止一次 這名女子表示 當時自己吃了安眠藥 黃建偉便逞人之為 一開始他以為只是意外 結果後來有同學跟他說 黃建偉絕對知道你有吃安眠藥 而且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了 女子這才驚覺黃建偉根本是故意的 原本這名女子還不願意說出 這位男星的身份 但經過網友們抽絲剝繭之後 女子也直接點名了 這人就是黃建偉 這位女子更點名 簡力穎 謝寅軒 廖黎玲等人 問他們難道不知道黃建偉的事蹟嗎 投入比較多的部分其實是在 就是經營幕僚這個角色這一塊 然後去體驗他們的生活的快節奏 在人選之人中 飾演工作狂好男人的黃建偉 私下卻被爆出趁機性交 形象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而針對這一名女網友的指控呢 黃建偉他也透過了經紀公司 做出回應了 黃建偉透過經紀人表示 年輕時確實有過很多的交往對象 但對於報導中近20年前 曾經來往的敘述並非事實 本人絕無違法之情勢 針對不實指控 我們將委由律師進行後續的法律動作 對近日諸多事件感到難過以及遺憾 也對所牽連的單位與朋友們 感到非常抱歉 而黃建偉她做出回應之後呢 她的政公也就是結婚11年代老婆 也是同行演員的蔡軒艷呢 稍早也透過經紀人回應立庭 蔡軒艷透過經紀人回應立庭老公 說近偉年輕時的的確情史豐富 晚和她結婚之前就已經摸透她的過往了 但她是一個做事有底線 有原則的人 不會做出違法的事 平日裡關於錯誤有做過的 她一定會承認並且道歉改進 而關於那些沒有做過的事 我自己適當梗圖再看 這一波MeToo風暴 現在讓許多的名人是紛紛被點名 那根據《鏡周刊》最新的報導 後稱是最兇國文老師F9網紅QTA 她昨天也爆料了 她就說有某一位知名女藝人的男友L先生 不僅曾經借酒莊風 在包裝包廂裡面伸出這個賢豬手之外 甚至還在公園對女性性侵畏碎 不過由於QTA她在爆料的文裡面 她並沒有指名道姓 所以不少的網友也透過四個線索 來當起了鍵盤柯南 QTA今天在臉書發文透露說 某一位知名女演員的男友 曾假借酒意 串通有人在包廂內性侵女性 甚至還在外面企圖性侵 在包廂裡摸女生屁股 講一些惡話 甚至在公園對女性性侵畏碎 受害者隨便問都一堆 而這些黑歷史都是在交往期間發生 QTA表示L先生的惡行 之所以沒有被揭發 是因為那時那名女演員正當紅 而且還為對方求情 他念在女人不想為難女人 不想讓她難堪 但是並不代表L先生 過去傷天害理的惡行 就能被原諒 而貼文一出 就讓不少好奇的網友開始畫重點 根據女星出生在書香世家 被奉為是氣質女神 還有女友是知名女演員 以及男友曾是男模等線索 以及L先生的姓氏暗示 開始猜測這一名男方的身份 不過更多人也認為心情未遂太過嚴重 不應該包屁 批評QTA故意不點名 是在蹭熱度 而QTA則要大家別檢討受害者 女星賴林恩一向是以性感的形象出名 那昨天她在出席她的新戲 鬼之執行長的時候 她就分享了 她說年輕的時候 她曾經拍戲 遇到一名男演員 對她說感覺來了 居然呢 就假借拍親密戲之名 對她又親又抱 當時甚至連導演都看不下去 賴林恩分享 曾經在拍親密戲的時候 對手演員又親又摸 賴林恩說她感覺來了 跟原本講的都不一樣 導演有試圖制止 她會說好 但是開拍的時候感覺又來了 而這名男演員 是否還在圈內呢 賴林恩說在啊還活著 老公陳奈榮也知道是誰 但是這種很難有證據 列入黑名單 以後不要再碰到 賴林恩表示 自己年輕時 視鏡都會被要求要視親密戲 這也沒辦法避免 有時候女生會想說服自己 你不是的話 這個角色可能就沒有了 但也有在工作當下 被吃豆腐的狀況 而且如果當時是戲正在拍 很難喊她 很難停下來說 你不要摸我 只會想要讓進度繼續下去 還不如趕快拍完 所以做演員還蠻難為的 接著帶您看到藝人許捷輝 她被多位女星指控性騷擾 那她在15日的時候 宣布將會退出演藝圈來反省謝罪 不過事件呢還是持續延燒 最近就被網友挖出了呢 她曾經在節目中男扮女裝 她是飾演一個射尖的角色 然後呢她在節目的橋段中呢 她是用手戳這位女星 米恩祺的胸部腰部 而且她的手呢 更一度呢 是伸進女方的群底 那麼畫面被翻出來之後呢 也讓網友掀起討論 在2015年9月播出的《笑花來了》中 許捷輝戴著假髮男扮女裝 扮演女神宿舍的射尖 與女星米恩祺上演一段短劇 過程中許捷輝先是用手指 戳了米恩祺的胸部四下 接著戳向女方腰部 最後將手伸進群底 做事要捏腿 畫面細節被不少網友翻出來討論 不少人驚呼 這是真的戳耶 原來以前的尺度這麼大 明白著就是吃豆腐 不過也有人推測可能是節目的效果 提問這不是劇本嗎 公開演出又是劇本 拿這個獎太過頭了吧 秦成兩派說法熱議 而許捷輝呢 不只被爆出性騷擾呢 另外他出演過的這個電視劇 終極三國2017的女星韓中語 以及大陸女星陳詩敏 還有孫穎玉也陸續發聲 他指控當年呢 許捷輝擔任電視劇的這個戲劇 指導老師的時候呢 竟然假借教學的名義呢 把女演員叫到會議室裡面 要他們輪流爽巴掌 知情人士向ETtoday 星光雲透露 當年韓中語有向許捷輝 表達拒絕這些表演情節 但沒有作用 有一次許捷輝叫女演員們 到會議室假借表演之名 要大家輪流爽巴掌 而當時他們只能互相取暖 沒有告訴上面的人 因為許捷輝是老師 也是知名人士 他們會害怕 另外一位當年劇組工作人員表示 女演員之間呢 彼此有討論表演課發生的事情 但工作人員也都只是耳聞這些狀況 沒有人實際在現場看到一切 也不知道女演員們 當時到底有沒有跟上面的人通報 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而ETtoday 星光雲 聯絡當年負責女演員的總經紀人 目前還沒有任何回應